一花一世界,一叶一菩提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因果不虚,原来我们的冤亲债主这样来的,每一位众生的一切冤亲债主,业力,都是自己累世久远,劫以来的心境和行为衍生出来的。 一,圣怒结冤,言语伤人,言语常说,暴怒伤人伤己,我们在圣怒之下发脾气,伤害别人,往往言语的伤害结下的怨仇,生生世世都不能够消灭,对方必然等待机会来报复。 他报复的时候,我们又会成怨恨心,我们不会甘心,于是就造成冤冤相报,生生世世,没完没了。 这个非常可怕,非常恐怖,事出世间圣人都教导我们冤家已解不已解,不要跟人结怨仇,跟人结怨仇是决定的错误,这个苦难有得受了, 绝对不是这一生,世间人不知道这个道理,不晓得事实真相,随顺自己烦恼习气,造这种恶业太多太多了。 所以修行菩提道上,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障碍?我们常讲魔障,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魔障,都是自己造作的,跟一些众生结的愿。 佛经上告诉我们,人与人的关系是四种缘,报恩,抱怨,讨债,还债,这四种关系最亲密的就变成一家人。 所以家里的小孩,有时是讨债来,抱怨来的,那就是过去生中,我们所结下的冤仇,投胎做我们的儿孙寻求报复,把这个家毁掉。 这类事实在古今中外都很多,所以千万不能与人结怨,结了之后,他来是投胎到我们家里,做一家人,这怎么办? 我们的敌人不在外面,在我们家里头,所以愿决定不能结,跟众生结下冤仇,一来是损害自己性德,一来招惹冤冤相报,没完没了,生生世世他都不饶过我们,都在等待机会报复,这是大麻烦。 三,气衰病重,冤夜干扰,我们学佛的人都知道,自己无量劫来,冤亲债主很多,这些在我们周边无形的一种压力,我们自己走运,气旺的时候,他不敢动,他潜伏在那里,没有消失,等到我们的运衰了的时候,他就来干扰了。 我们在地藏经上读到,特别是在病重垂危之时,冤亲债主都现前了,善恶的业力这个时候统统都出现了,这些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,说实在的话,他要跟我们没有关系,那连边都沾不上,凡事能够沾到身的,跟我们过去生中必定有关系。 地藏经上讲梦恶鬼,家亲眷属,家亲就是过去的,死了,已经过世的这些家亲眷属,或梦到危险的地方,再遇到这些严鬼,这些都是与冤亲债主有关系,所以冤业病。 凡事有这种现象,我们一定要认真努力,断恶修善,改过自新,老实念佛。 为什么? 有这些事情就是我们的运很衰,气不忘。 如果我们走好运,气很旺,这些恶鬼恶神他会逼我们。 四,一饮一酌,莫非前定。 因果通三世,所谓一饮一酌,莫非前定。 他来侮辱我,毁谤我,陷害我,必定是有原因。 什么原因,总是我过去生中对不起他。 我也曾经害过他,毁谤他,侮辱他。 今天他这样对我,这是报应。 懂得这是报应,我们就欢喜接受,不再有报复辛劳。 这个账到此就了结。 五,自私自利,恶多善少。 我们在世间,说实在的话。 因为我们一生造作的恶业多过善业。 我们处世待人皆悟。 我们的恶念多过善念。 我们自私自利念头行为多过利他。 于是,冤亲债主就太多了。 虽然佛菩萨教导我们,冤家已解不已解。 可是我们有意无意。 不知不觉中与众生结下了许多的冤仇。 这些冤结,我们起心动念想化解。 这是我们真正觉悟了。 六,修行得利。 障碍考验。 为什么欲修行障碍欲多? 我们的冤亲债主太多了。 我们欠人的命还没有还命。 我们欠人的钱还没有还债。 所以我们修行。 这些冤亲债主来找麻烦。 我们跑掉之后,他讨不到债。 他讨不到命。 他不能报复了。 所以他都来了。 化解冤亲债主的方法。 要化解时的必要认知。 印光大师说, 凡属危险大病, 多由素食献生杀业而得一碗之肉。 冤魂缠绕, 一面杀心, 罪债难逃。 他们被我们杀害时产生无量的痛苦。 这个怨恨就像无形枷锁, 把他们的痛苦牢牢地锁住, 让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痛苦的折磨中, 而不得开解。 他们痛苦如此之大。 难怪今世遇到杀害他们的人, 就迫不及待地要讨债讨回一个公道。 我们看到人灵中时的痛苦现象, 看起来都不忍心。 为什么会有那些现象? 这都是他的冤亲债主来找他算账。 他不懂这些道理, 只知道跟众生结最圆, 不懂自己累劫来的冤亲债主, 大部分都是被自己吃来的。 不仅是病苦, 就连日常生活中许多不如意。 不顺遂的事, 也常常是受到冤亲债主干扰而不自知。 《地藏经》中提到, 言福提行善之人, 临命中时, 亦有百千恶道鬼神, 或变作父母, 乃至诸眷属, 引接亡人, 另落恶道。 何况本造恶者这些临命中时现身的恶道鬼神, 也都是冤亲债主变现来诱骗我们前往三恶道受苦的。 因此, 当我们遇到重大病苦或诸多不顺时, 理应依照佛法的教导来正确面对, 而非到处求神问补, 即补挂改运来化解灾难。 这种做法即使花再多的钱, 终究也是突然。 印光大师说, 世人有病即危险灾难等, 不知念佛修善, 妄欲祈求鬼神, 遂至杀害生命, 夜上加夜, 实为可怜。 人生世间, 凡有静缘, 多有素叶, 既有病苦, 念佛修善, 忏悔素叶, 夜消则病欲, 比鬼神自己尚在夜海之中, 何能令人消夜? 极有大威力之正神, 其威力若比佛菩萨之威力, 直同萤火之彼日光, 佛弟子不向鬼神祈祷, 极为邪见, 极为违背佛教, 不可不知分享此视频, 利人利己, 功德无量, 即以此功德, 庄严佛净土, 上报似崇恩, 下救三道苦, 为愿见闻者, 惜发菩提心, 在世富贵权, 往生极乐国, 请常念阿弥陀佛, 一切重罪惜解脱,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, 喜欢缠心频道,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, 分享,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, 阿弥陀佛, 感恩